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468章 果然还是不受待见呢 一纸山这么漂亮 听说那里还有竹林可以看 不行 找个机会 我得一定去看看 明天出发 一纸山有约的没有 啊 听说一纸山 可以看字粗 看竹林 还可以吃特色的寒族饭 现在还有云海可以看 这一纸山啊 这一纸之地竟然有这么多可以看的 一定去 炒作 炒作一定是炒作 网上说的呀 什么都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一纸山一纸寺 再一次的出名了 一次可以说是炒作 两次三次呢 许多次呢 龙佛文书 北方竹林 伊维渡江 高僧渡英魂 以前的这些西文呢 一个个都出来 大家并不在意 但是当这些轮番的现身 一个接着一个的时候 大家不得不仔细思索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了 这四院这和尚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 是不是真的那么神了 松武县的人对于伊纸寺已经不再陌生 许多人在伊纸村呢 那就是吃过那个农家乐 也登过山拜过佛 也有很多去求子 求到手了 现在看到这些 也没有人说什么骗人不骗人了 反而很多人是嚼闹的 转发了这些新闻 补充了一句 一纸山真天很棒啊 一纸山很灵 身边的人都去求求子了 全部成功 哎呀 一纸山的住持太厉害了 里面还有几个十分灵性的动物呢 跟人似的 大爱猴子发时 天天扫地 还会照顾人 还会看汗子 我喜欢那个红松武啊 他会送大家的小礼物 小松子 很好吃 我喜欢那大白狗 据说那条狼是银色的 威风凛凛 很霸气 哎 你还别说啊 我喜欢穿肚冬那小和尚 力气大着呢 挑那么重的水桶 还剑步如飞 比那大人都厉害 中人议论纷纷 各种言论在网上迅速的蔓延 很快就传到了黑山市 然后又被市民们当作奇闻意识转发 一时间 一只村的名声终于走到了松武县 进入了黑山市市民的视线里 景言呢 也看到了这条新闻 当他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第一时间是帮忙推了一把 再加上书法协会的人 胖子猴子马娟等等 他们也一起帮了宣传 一只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 丁 恭喜你 一只寺的名声已经覆盖了黑山市 努力吧 再加把劲 没准就能完成声明确起的任务了 系统忽然道 方正是一脸懵逼啊 他干啥了呀 他干啥了一只寺名声竟然传开了 他不就是撞了撞钟吗 至于吗 不管外界如何 方正依然过着属于他自己的小日子 每天撞钟敲目鱼 还要念经看经书 然后还梦那个悟佛法 修炼一下经过他红孩儿改进的内功 胎息经原本也能修炼 只不过修炼的效果很差 深山老林日夜苦练 肯定会有所收获 强身健体 异手延年 那是不成问题 别人活个一百岁 修炼了胎息经那个高手啊 我一百二十三岁那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啊 同样同年龄段的修炼者 体力耐力 还有各方面的身体状况 都要比同龄人好得多 当然了 胎息经不能提升自身的爆发力 所以修行这功夫的 那都是高手 并不意味着是武林高手 只是身体方面各方面的素质更好了 只是这种高手 真是要修炼其他的功夫 也能更快的见成效 所以走得更高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胎息经也的确是世界上第一的战斗功夫 反正打不过你 活得比你长 等你死了 挖你的坟墓 撅你的坟墓啊 坟前蹦迪蹦蹦的 你能奈我何 当然了 这只是一句玩笑话 能将胎息经修炼好的人哪 心境自然不会那么浮躁 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不过改版后的胎息经 明显就不太一样了 方正修炼后 明显感觉到 以前停滞不前的力量 又有所增长 身体一天比一天结实 力气大了 耐力长了 就连本来很好的皮肤 也跟着变得更白皙 更富有弹性了 这么一捏呀 方正苦笑道 哎呀 哎呀 有了这胎息经 贫僧现在还俗 也算是富甲一方了吧 嗯 就开个美容班 绝对是赚翻了 你也可以试试 系统忽然开口道 方正良言一番道 啊 你就不能让我爽一会儿吗 想想还不行吗 系统懒得搭理他了 哎呀 方正继续敲墨鱼 念经 傍晚的时候 方正坐在菩提树下 拿出了手机 随意的翻着 这个时候 方正收到了一条邀请 是入群邀请 邀请人 是一个不认识的网名 群的名字叫 松武县二高 三年三班群 方正一看 这是自己搬机的群囊 可是 怎么突然就加方正好友了呢 方正这手机号 知道的人可不多呀 能够加他微信的 更是没几个 直到现在 方正手机上的好友 也不超过二十个 还有一半是剧组人员 时不时的还被调戏一下 不过方正早就免疫了 自动忽略了美女们的调戏 来了一条信息 那你就看看就笑笑 然后也不回话 时间久了 那些妹子们也就放弃了 但是这些好友中 绝对没有一个是他过去的同学呀 那么是谁 从哪知道他的手机号 还有微信号的呢 不想那么多 好歹是同学吧 点击确认 虽然这些人好久跟他没联系了 但是想到当年的往事 虽然那时候啊 感觉学校挺糟糕的 同学关系也很糟糕 但是现在却是满满的青春回忆 还是有许多念想的 不过让方正惊讶的是 进群后 似乎并没有人意识到 多了他这么一个人 哪怕是系统提示 他进群了 也没有感觉 果然呢 贫僧还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人 方正苦笑的 他高中是在松武县上学的 松武县二高属于二类高中 这里聚集的多数都是从四周农村过来的学生 当然了 还有一批是本地县城的学生 于是学生之间分为三六九等 县城的学生自认为自己的环境优越 不自然的会表现一些什么优越感呢 虽然这个优越感 往往只能延续不足一个月 考一次试后 那就没了 而来自农村的学生 基本都是住校的 学校没有那么多的住宿能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葩的规定 女生可以住校 男生自己 那你就出去混吧 于是带动了四周不少的人的经济 很多人家自家改一改 就招人 就是招学生入住了 就是个旅店嘛 结果就是没有老师管 学生们在外面都快要上天了 本集播讲完毕